這個炸雞就完成了 看看多美麗 四塊雞腳肉 三更鹽 開水浸一下 倒水晾乾 15分鐘 之後轉去paper towel 再用一張paper towel 確保乾身 之後用這個工具刺一下肉 讓它容易入味 刺完之後過到大碗裡 現在來做一下調味 南乳兩塊 倒些少南乳汁 我今次就用這些南乳 腐乳四磚 糖三更 一更黑胡椒 兩次更紹興米酒 六粒蒜頭 切粒 四分之一個洋蔥 放在街上醃製 下之前的蒜頭和調味料 再加兩根咖喱 拌勻 兩大根生粉 一隻雞蛋 拌勻 用保鮮紙蓋著 放入雪櫃一晚 醃了一晚 現在乾了很多 攤在盤上 平一平平 平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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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 拌勻 大面油就可以了 用慢火燒熔油 就這樣火就可以了 用大火炸 油就會很快就嚇 可以放些芥仔 放進去 我們今次分兩批炸 大一批炸兩批 每批炸14分鐘 炸完14分鐘之後 拿上來 攤攤冷 然後再炸多一分鐘 這樣它就脆了 炸再兩次 總共15分鐘 炸完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 現在來吃它 看看它夠不夠味 先切開它 切開給大家看一下 看它多美 好香 南乳味 肉很軟 很脆 很脆 嘗試味道 嗯 好味 好脆 想知道它熟不熟 看看骨頭就可以了 看看骨頭 沒有血色的 那就熟了 Thank you for watching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